美国的考古学家 挖出了这个一具 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木乃伊 但是它是在1937年的时候 就已经挖到了 但是最近研究人员 又针对了这一具木乃伊 进行了研究 发现木乃伊的肚子里面 怎么会有1.2公斤的会物 因为他死前被人为了活炸猛 当成他的三餐 但是要提到了木乃伊 我们大家都通常会把 这个诅咒不幸 甚至于是一些灾难 联想在一起 但是要提到木乃伊 真的还真的有一具 这个不幸的木乃伊 而且跟他只有接触 就会有一些伤亡 要问一下社长了 这个木乃伊真的 身上带有这么多的诅咒 这么多的不幸吗 对 我们讲说地球上 很多神秘现象 科学到现在都无法破解 尤其在古墓里面 到处充满惊奇 我今天特别讲两个 一个是外国的古埃及 一个是中国的 那古埃及这边 其实在1890年的时候 就发生过一件事情 当时古埃及我们知道 以前我在这边讲过 经常街头上有人在卖 那个木乃伊 欧洲人喜欢吃木乃伊 日本人也喜欢吃木乃伊 那当时1890的时候 英国有四个年轻人 到埃及旅游 旅游在路边 就看到人家在卖木乃伊 结果那一具木乃伊 卖的价格很高 特别会 因为它是来自皇族的木乃伊 很贵重 很贵重 对 很老 新鲜 熬完四个英国人就跟他买了 说这个回去可以 看这做什么用 结果买了几千英镑 但买这种木乃伊 他们很不幸的是 买到这个木乃伊 就叫做不幸木乃伊 这是他的名字 对 这个木乃伊 其实后来有考证 他这个木乃伊 是大概离现在 3500年前 3500年前 古埃及的一个女技师 有的人说 因为技师通常会 跟公主一起坚认 有人说公主 她的名字叫亚曼蕊公主 是 那这个亚曼蕊公主 她其实在3500年前 她在生前 遭遇了不幸 不幸以后 后来就做什么木乃伊 那没想到1890年 她流落在街头被卖了 卖了以后 这四个年轻人买 买了以后不幸的事情 我们讲说有时候 神秘现象 它有很多巧合 但单一的巧合 也不成为科学的证据 就觉得它是巧合 连续的巧合 那就是一种神秘现象 那不叫巧合 是 那当时四个年轻人买了这个 亚曼蕊公主木乃伊以后 他们回到旅馆 第二天马上就出事情 你被一个年轻人 第二天 没事就自己往沙漠里面走 走了以后 从此人间消失 就第一个出事 第二天而已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跑到街上去 结果到街上 碰到那个枪毁 用枪打 枪击 碰到枪击案 所以他左手被打了一枪 就后来这个人是左手 截肢掉 其实呢 那第三个是 回去以后 回到英国以后 他的事业破产 是 对 那第四个是更糟糕 他是整个破产以后生重病 重病以后 轮落在街头 卖那个火柴盒 以前早期点火那个火柴盒 对 四个都有事 天哪 那后来这个 这个木乃伊他回到英国 卖给一个护商 护商 那这个护商买了以后 也是一样 家里火灾 火灾 重火灾 这个护商就被烧了重病 重病以后他会觉得 这个不行 不行 这个木乃伊好像 前面那几个人有事 我又这样对 就干脆送 送给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那博物馆名是 博物馆对木乃伊这么多 对 结果这一句叫 为什么叫最不幸的木乃伊 他的法力无边 他送过去 当时送过去 大英博物馆不是要用货车载吗 要运送 对 运送 结果那个货车 实际开在半路 出车货 撞撞到别人 撞死一个人 撞死一个人 那个很不祥的异照 然后后来他就送到大英博物馆 那大英博物馆 他要送到楼上去 出帐事 结果那个你知道 两个工人抬他的木棺 结果木棺抬上去的 楼梯有一个斜度 倾斜度 结果在爬不小心 这个木棺从楼梯上 滑下来 撞下来 这个两个人 抬关的人 一个被撞成重伤 一个被腿断掉 好那好不容易 就进了大英博物馆 那不就要展览吗 对啊 那展览当时晚上都会有守卫 是 后来就传出来 说那个第一天 放在那个展览室的时候 那个守卫 在看这个 雅兰雷公主 这个光盖的时候 他听到这个光盖里面 有那个手指头 手指头在抓 那个指甲 在抓那个光阔的声音 好像人是被闷在里面 还没死 其实他已经几千年的木乃衣 他抓到那个抠的声音 第二个是里面 有哭泣的声音 这么神奇 对 这个警卫后来就吓着了 这个警卫后来 第二天就跟上司报告 上司说不会有这种事 就派其他警卫换一个 连续几天 几个警卫都这么说 后来 后来干脆有一个警卫 在那边看守的时候 就挂掉 猝死 所以后来大英博管 整个警卫系统 干脆说我们 我们辞职 如果一定要 雅兰雷公主 我们宁愿不干 后来知道 把雅兰雷公主 放在一个储藏室里面去 把他封起来就对了 对 那我们讲说 雅兰雷公主 其实在台湾来展过 我有特别去看 真的喔 而且对 我当时看的时候 感觉是他的眼睛很特别 他的眼睛你 不管在什么角度 看他的时候 你会感觉 他都会从盯着你 在看一样 不管你站哪一个方向 然后这个木乃衣 在台湾故宫 其实展的时候 也有事情 没有怪事 对 当时的是警卫这么说 警卫说这个 这个木乃衣 在台湾展的时候 晚上 晚上那个灯光 灯光会 本来不是都关掉了吗 对啊 会啪自己亮了 自己打开 对打开 然后警卫去把它关掉 过一阵子又啪 又自己亮了 那你可以说接触不良 对 没有 到后来第二天 第二天警卫 那个故宫警卫 就跟上司报告说 有这种情况 蛮吓人的 那上面说不会 那个晚上你再睡 试了几天 都是这样子 都同样 对同样 后来他们才想到一个方式 灯关掉的时候 它会亮 对 我们干脆就全部亮了 所以后来再放 雅伴侣公主的那个掌柜 上方那个灯 就一直保持亮 它就不会这样 闪闪来闪去 应该没事了吧 对 所以雅伴侣公主 在世界上非常有名 那第二个我特别讲的是 其实中国也有一个 中国这个 我特别会相信的是 因为他有考古的一本书 那这些考古学家都是中古非常有名 叫名称中定林的一个诅咒 我们知道定林在1955年开始开花 当时开花的时候是有几个考古学家 这个都是档案照片 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涵 他主张要开花 结果后来一票人 郭莫洛 郑正夺是文务局局长 就严明上书给谁 给当时的习中心 习近平的老爸 他是那个总理 总理身边的执行长 秘书长 结果后来好不容易争取到开花 结果去挖定林 挖定林 这个是考古学 他们很明确的一个事物 对 里面有一个 我很欣赏的一个赵琪昌 赵琪昌是考古工程队的队长 他说他去挖的时候 在那个定林 山脚下有一个村子叫玉村 这个玉村 突然间他到那边的时候 当天要开花 当天就开始天上打雷 低到雷下来 惊天动地 惊天动地 那一道雷打了 打了民生中我们讲 神道旁边有那个石像山 叫那个石兽守护的 一只石兽会被打 整个打 从中间打 直接打到石兽上 石兽还不要紧 你要去玉林村这边的 两个老人家出门 被这个雷打到 死了两个 这两个 这第一件事情 对 赵琪昌就讲说 后来就玉林村的这边 就开始传出来说 玉林村集体中学事件 就开始 叫鬼上身 因为玉林这边 当时有一个女人 第一件事 有一个女人 她进采访拿草 要去喂牛喂猪 结果进拿草的时候 一出来突然间莫名其妙 什么事都没有 就尖叫一声 吐那个火土白梦 倒了 倒了以后就一直练练有词 手舞足蹈 很奇怪 好像中血一样 后来当地就请了一个 像庙筑一样 庙筑一样 来看 庙筑就中血了 结果这个庙筑就拿一根银针了 在这个女人的这个人中上面 啪 一叉 一叉这个女人一痛 那本来这个银针是要弃血 把那血赶掉 结果我们也赶不掉 一叉又这个女人反而讲话 讲得更大声 而且尖叫 她嘴中讲什么 我在这边已经睡了三百多年了 睡了几百年了 你们不要动我 我睡得非常好 谁啊 名称中定年就是万绿皇帝 万绿皇帝当时离这个 过世离这个开花 当好也是几百年的时间 你们不要动我 就这个女的 后来这个召集商才说 特别请四个他们考古的队员 去特别去照顾这个女的 让她好为止 但不止这个女 第二个村子里面还是有一件事 也是一个女 她突然间在家里就抓狂 抓狂就拿那个好像中血一样 拿那个锅碗瓢盆 全部乱扎 乱扎 整个家里砸碎掉 所以这个女人也是一样 他们讲说又一个 怎么会奇怪 那这个女人中血 也是请人家去看 用四个大难人去抓 把她抓住 过一阵子她再安静下来 但过几天她又包 所以在地铃挖掘期间 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 最可怕的是考古队的队员 考古队员刚才讲 吴涵很多几个人 郑正夺是文务局局长 她在开发之后 她搭飞机到阿富汗访问 飞机在阿富汗上空空难 死了 这第一个 那你说空难有时候会喷到 第二个 我特别讲的是 刚才讲那个吴涵 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涵 他主张开发最立的 他最可怕 他死得最惨 怎么了 他在文革的时候 被那个洪卫兵抓去 抓去又说你以前开发电影 我们讲说这是电影的诅咒 或电影的报复 万绿环地的报复 你开发你就是封建师讲 这个封建师讲 这个电影本来就要把它摧毁了 你开发什么文物价值 哪有什么文物全部砸掉 结果后来就把这个吴涵抓去 抓去 落街的时候 当时夏天 吴涵是被绑在那个树上 绑在那个树干上 在大太阳底下 工绳 工绳用那个热沙 地上不是很多 又脏又烫的沙子 夏天 沙子灌到吴涵的那个嘴巴里面 灌到喉咙 这么残忍 对 那吴涵被指纹 快死的时候 后来又打入狱中 狱中连吴涵的太太也是一样 吴涵太太也放不过她 把她太太也是下放到老改 老改他们夫妻死得都可怜 一个一个都出事情 包括当时去拍电影的那个摄影师 也是一样 也是无故 跟刚才讲那个雅万蕾公主 完全一样 摄影师去拍的时候 他不是记者 他是那个 那个考古记录人 对 回去以后一样 即将自尽 所以很多事情 那我们讲说 定影还有一个最快事人口 是一口棺木七条人命 怎么说 因为定影里面有三口棺木 一个名称中定影的 还有他两个房后在这边 那当时考古人员 以前考古那个线子没那么高 看这个棺木已经旧了 这么烂 干脆不要了 就丢掉了 丢掉 但他们没有想到 这个万蕾皇帝的棺木是金丝栏木做的 虽然外表成就 但其实它是很贵重的木队 推到山沟里面去 那刚才讲 山沟底下就是那个玉村 玉云村 玉云村一个老人家看 这个棺木这么好 留下来我百年以后可以用 结果后来把它拖回去做了 做成自己那个棺木 结果做好的那一天送过来 他跟他老婆同时过世 同时过世 后来也是一样 这个棺木就另外 刚才不是说还有房后的棺木 另外一具棺木也被另外一个人家拿走了 拿走又再做成家里那个矮柜 矮柜 矮柜做好以后 对 他四个小孩都很亲 那结果有一天这个夫妇出去外面做事 所以你回来以后四个小孩不见了 便到处找 结果后来在矮柜里面找到 因为这个矮柜 它有盖子 它有盖子 那盖子外面还有一个手 那个手你知道一盖下来 咔一身那个手刚好去扣住 四个小孩子跑在里面玩 结果后来你知道 把那个矮柜打开 四个小孩子闷死在里面 而且那个矮柜的所有 胸壁当时都是血 就是小孩子在挣扎的流血 所以四个加两个六个 后来这个夫妇 四个孩子死了以后 他又生了 生了一个懒的三个女 又生了四个 好不容易把那个懒的养到高中 那个高中放暑假回来 突然间猝死趴在那个矮柜上面 有人说是一氧化弹中毒 无论如何七条人命 你说他是小和还是神秘现象 听从想要邀请您一起加入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手摇引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频道的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